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更希望能够上台 能够掌握政权 那么他要上台掌握政权的话 就应该怎么叫呢 就是首先要为自己在思想舆论上做准备 如果他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做不到 那他是没法掌握政权的 所以他首先要在思想舆论上做准备 因此就产生了这一件大事 就是文艺复兴 背景 首先看背景 文艺复兴的背景 第一点就是十四十五世纪 意大利出现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然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佛罗伦萨 威尼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并且在这个城市当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背景 那么第二点背景呢 就是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 希望创造财富 当时控制文化的教会 要求人们听从上帝的安排 所以就产生了冲突 所以往下看 这个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这场运动 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 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 但是他们只是借古代文化之名 宣传新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种行为就是很典型的 套用我们中国话讲 叫做脱古改制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干过这事 戊戌变法 康耀维那两本考 新学伟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就是很典型的脱古改制 用过去的打着孔子的旗号 宣传变法 他这也是一样 他打着什么的旗号呢 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 来宣传文艺复兴 翻过来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 主张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神为中心 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这个下一行 提倡追求自由 幸福 物质享受 鼓励发财致富和冒险精神 崇尚理性和科学 追求知识 首先解释一下 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欧洲有一种人人都信仰的宗教 这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 那么这种宗教既然人人都信仰的话 那么在欧洲 谁就是老大 教皇就是老大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比如说 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我吧 我是一个博士 我是一局长 我是一法轮功信徒 那当我见到李洪志的时候 他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下岗工人 但他的哪重身份对我来讲最重要 教主 对吧 教主 所以我是博士 他初中没毕业 我是局长 他是下岗工人 我是教徒 他是教主 我见了他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跪下来 师父 对吧 明白这意思吗 师父 所以现在咱们中国人信仰危机 你说听党的话 不听党的话 听党的话总比听师父的话要强 听师父的话又比听大哥的话要强 说有一个大哥带着你混 那你还是最好有个师父带你混 你有师父就不如跟着党混了 就这个意思 他好歹有这么一个选择 所以欧洲人人都信仰天主教 那教皇就是欧洲的老大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看这个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在欧洲不招待去 就是他们不信仰什么 天主教 他们信仰什么叫 犹太教 人有自己的信仰 人家犹太教比天主教早700多年 对吧 圣经的旧约就是犹太教的这个经典 我比你早 你让我信你 我就不信 你不信完蛋了 你在欧洲就被作为异教徒 对吧 你就被作为异教徒 对吧 你要被作为异教徒的话 就在城市里要划定专门的区域 让你居住 做官不行 当兵不行 搞行政不行 只能干嘛 做买卖 做买卖 这帮人贼聪明 他关键是别人 欧洲人也不做买卖 这帮人很聪明 一做买卖 怎么着 发了 欧洲人更生气了 异教徒发财有天理吗 你说 对吧 而且根据这个犹太教的教义 犹太教徒之间借款 不能收利息 我借给我的犹太教兄弟钱 我不能收利息 那我只能跟谁收利息 跟欧洲人 跟非犹太教徒收利息 对吧 而且我还得收得更高 我就把我兄弟那份利息 也都加在你身上 所以犹太教徒就被人看作是放干嘛的 放干嘛的 那所以欧洲各国疯狂的反犹排犹 另外就是犹太人 你反他 你排他 他太有什么 太有钱 对不对 你反他有油水 你反吉普赛人干嘛 你反他有油水 谁家没有黄金钻石这东西 所以你看纳粹 抓着犹太人 人人身上都有什么金条金块的 都有这玩意儿 对吧 所以 犹太人就因为不信天主教 就这么个下场 那别人谁敢不信天主教 所以人人都信天主教的话 那么天主教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首先他就要在什么上维护 思想上 对吧 我得宣传你对我的信仰 是吧 这个在欧洲的中世纪 百分之九十以上 甚至可以讲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都是文盲 都是文盲 你看那个扑克牌上那四个老K 咱讲过有一个是查理曼大帝 是吧 然后有凯撒 有乌大维 还有一个谁 有一个是查理曼 那四个K 查理曼大帝在公元八百年建立了查理曼帝国 继罗马帝国之后 第二次完成了欧洲统一 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君主 他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拼写 就你问他查理曼 这几个字母怎么写 不会 是吧 文盲嘛 欧洲只有什么人有文化 教室 为什么只有教室有文化 因为这个当时的圣经 是用拉丁文写的 传教都是用拉丁语 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国语 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 所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都是日尔曼人建立的国家 没有人会讲拉丁语 更没有人认得拉丁文语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 等于这帮教士垄断着什么 文化 那他也就垄断着什么 思想 对吧 这个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 对吧 你无知 所以他说什么你就 信什么 那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们作恶 也是因为无知 所以他就宣传这个 以神为中心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说欧洲 应该是有贵金属的国家 那他为什么就跑中国来扎金子呢 那他那金子都哪去了呢 全建什么了 教堂啊 任何一个欧洲的城市 镇中心 市中心 绝对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教堂 那个教堂规模之大呀 除非你亲眼目睹 否则你相不法相信 是吧 都是每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都是大教堂 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这个镇子有多少人 这个教堂就要能容纳多少人礼拜 我们这个小镇有一千人 我们就要建一座教堂 一千人都能进去礼拜的教堂 所以一座教堂盖上个一两百年 算快了 五六百年很正常 是吧 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盖了六百六十年 才盖好 盖了六百六十年 才盖好 是吧 从宋朝一直盖到清朝 这个教堂才盖好 是吧 这个一百七十米高 在钢筋水泥出现以前 人类用石块挑战建筑物的 这个这个高度的极限 是吧 一百七十米高 你一进这个教堂 想抬头看清圣像的话 脑袋上戴着帽子会掉下来的 是吧 这个教堂里面灯光昏暗 到处都点着蜡 只有几下玫瑰花窗 透进光来 然后这十字架高高在半空悬挂着 体现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 天国那种幽远 你看中国的庙宇 这个佛也好 太上老君也好 孔夫祖就更是了 跟我们很亲近 对吧 他不是那种体现那种幽远的感觉 西方的这个教堂的不得了 那个米兰那个大教堂 盖了501年 那个教堂外边 教堂的外边 一百多个尖塔 两千多尊圣人雕像 顶上是一个镀金的圣母像 好几米高 一个镀金圣母像 高情了意大利国旗 盖了501年 那个教堂 所以这些欧洲的这些大教堂啊 那简直就 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里边12张金箔镶嵌画 一张要画20年 这12张画都画了240年 你还甭说这教堂都盖了多少年 就这12张画画了240年 那才画好 那才画好 中国历史上超过240年的王朝不多吧 人家画的画画这么多年 是吧 就我们在这个佛罗伦萨郊区住着的时候 去一个古堡参观 您晚上没事干 欧洲八九点钟 这个太阳才下山呢 夏天 我在阳台上看 那边有一个古堡 我们就进去了 那个古堡里边还有人 也就 我估计连一千人都没有 大街上三三两两 坐着几个人 跟着喝咖啡 我们走到这个镇中心 就看到了一座教堂 我们三个人抱那柱子 抱不过来 四根 我觉得跟人民教堂的柱子差不多粗 那个钟楼在边上 一抬头帽子能掉下来 那钟楼那么高 就是镇中心的一个教堂 第二天上车问导游 我说那个教堂叫什么名字 我说了半天 那个导游才明白 这个教堂在哪 嗨 那小破教堂谁知道 遍地都是 意大利遍地都是 那小破教堂 仨人抱不过来 这柱子 那钟楼帽子能掉了 还小破教堂 那您那大好教堂得什么样 是吧 后来我就实在是这个好奇 我说你帮我问问 你帮我问问 他拿起手机说了一堆一袋利语 然后跟我讲 说那个教堂叫圣方济教堂 我说你问问他那个教堂的钟楼有多高 五十七米 那就相当于二十层楼了 是吧 相当于二十层楼了 那是破教堂 那大门都是铜的 青铜的大门 是吧 连一千人都没有 弄个地儿 就盖那么大的教堂 是吧 所以你想想他 那等于就说你欧洲要发展资本主义 这你有吗 都干嘛了 都盖教堂了呀 所以他为什么要宣传以人为本 咱别盖教堂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咱拿钱买花 买巧克力 是吧 你买这玩意吗 你能发财 你都盖教堂 我发什么财 我能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你都追求来世了 是吧 西方极乐 那地方单程车票 你去了回不来 对吧 谁知道西方极乐 还是此间乐呀 是吧 所以咱们要追求人世间的享乐 那怎么追求呢 我说那个上帝胡说啊 没这回事啊 你们别信那个玩意 上帝都瞎说 没这回事 那等待我的下场 就是烧死灾 火行柱上 火行柱上 所以我不能这么说 哎 我说咱们的祖先 我们欧洲人的祖先 就是人文主义的呀 什么人 希腊和罗马人 对吧 欧洲的艺术三大代表 绘画 雕塑和建筑 希腊罗马时代没有绘画 至少没有油画 是吧 他只有那些个马赛克镶嵌画 在墙上 那画的很拙劣 是吧 很拙劣 但是雕像和建筑保存到了今天 特别是那些个雕像 雕都是什么 人 男人和女人 自然状态下的男人和女人 对吧 就不穿衣服的男人和女人 对吧 人家雕都是这个 雕都是这个 哎呀 咱中国人看 真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吧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吧 欧洲人认为人体是最美的东西 因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了 你要觉得自我长得不好看 就是读神 明白意思吗 你是神造的 神造的自个儿的模样造出来的 所以人体最美 艺术家的职责 就是把这种美 忠实的记录下来 所以人家雕像都那样 能明白这意思吗 都那样 是吧 而且他雕的雕像这样 你看他的雕塑水平高到什么程度 那相当于咱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吧 他的雕塑能用大理石雕出衣服的褶皱 雕出人皮肤的纹路 欧洲的雕塑也好 绘画也好 你看他的女性 丰满 健美 只有这样才能繁育合格的后代 合格的后代 为什么要复兴希腊罗马的话 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 你看希腊罗马 他的那些雕像啊 是人皮 但是这些人往往被赋予了 什么的性 什么什么性呢 神性 对吧 但是你说是神创造了人呢 还是人创造了神呢 是吧 他雕的这些 神都是人的模样 对吧 你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这个模样的人 你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一个跟米勒佛长得一样的吗 太阳老君那样了 有吗 没有 对吧 这没有 绝对没有 对吧 绝对没有 对吧 所以这个真正的神跟人他不一样 咱们中国的神的雕像都是这种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你包括这个岳王庙里那岳飞 岳飞哪长得那么好看 岳飞长得难看着呢 难看着呢 说就给他把岳飞的真相给诉一个 大家群其反对 就要岳飞那样 龙眉大眼 三缕胡子 岳飞像不那样 胖吞吞的小矮胖的 是吧 一眼大一眼小那样 是吧 人家历史上有真实的话像流传下来吗 是吧 有那样的话像流传下来 是吧 结果这个 西方人他雕塑的人他都是 都是这样的 特别好玩的是 人会干的事 神都干 能明白这意思吗 西方的玉皇大帝叫 叫宙斯吧 宙斯 还是叫朱毕特 就是 宙斯是希腊语 是吧 朱毕特好像是 是 是罗马 是吧 反正就是西方的玉皇大帝叫宙斯 宙斯看到人间有美女 他就下凡了 是吧 就下凡了 然后这个 生一堆儿子 这些儿子就变成了什么 九神 术神 战神 反正全是神 天上的神全是宙斯生的 是吧 然后这个 西方的王母娘娘叫赫拉吧 是吧 天后赫拉 是吧 王母娘娘吧 那相当于是吧 王母娘娘就跟宙斯生的这堆神谈恋爱 是吧 就是你可以这样我也不闲着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西方为什么把神弄成这样呢 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神 完人 一点毛病挑不出来的人 是吧 关羽 岳飞 文天祥 气气光 是吧 你看西方人的神 清楚的表达了一个信息 神都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是吧 所以文艺复兴的时代 哇 欧洲人高兴 是吧 我们宣传人文主义 是吧 我们复兴希腊罗马的文化 它实际上是 人性的一种什么 传播吧 就这个意思吧 来对抗神性 你都盖教堂 都修来世 我卖不出东西去 我经济没法发展 道理就这么简单 能明白吧 所以往下看 都会让我们认为 我们再生一种东西 我们的 appet剧 我们来自一种东西